这是美军用剪刀的外星飞行器改造的战斗机 它不仅可以利用反重力悬浮 并且飞行员在加速时 竟然感受不到任何一丁点距离 甚至连毛孔都不会感到压迫 科学家完全搞不清楚这原理 将军见此非常满意 仿佛已经看到美军称霸天空的未来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就发生了 就在飞行员测试武器威力时 不料战斗机却突然失控 静止冲向了外太空 把飞行员吓得赶紧按下逃生按钮 可根本没有用 因为战斗机早已接管了全部系统 并以每秒八万公里的速度直奔火星而去 这下可真的麻烦了 而科学家们的营救方式 更是差点要了飞行员的小命 非常精彩刺激的一部科幻大片 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后续的片名评试 保证你看完大了